主要的目標大概就是第一個 因為上個禮拜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它是固定的 所以你會發現 你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打開 它其實就是從那個11月有沒有 所以上個禮拜是抓那個11 畫面我切一下好了 廣佈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個上個禮拜只有改幾個地方 改第一個改這個網址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改那個就是950 你記得編碼方式不要改錯 執行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會得到11月1號 Ctrl向下 到12月9號的資料 可是這個當然呢 資料如果我想變動的話 很抱歉 它就是這麼多 因為這個開放資料就固定給你這些資料 那如果假設你希望的是 比如我希望10月份的 或者9月份的 8月份的我想要觀察一下 前幾個月的那個 這個匯率變動到底是怎麼樣 那如果你用開放資料很抱歉 就不行 那可是如果你要 這個資料我各位講過 就是說其實在底下 我們在雲端上面 這邊有一個 這個講義裡面 雲端講義的第五頁 第五頁部分 這邊就有個叫 其交所的外匯匯率歷史 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那這個網址 其實得到的資料呢 它預設的這個日期 其實跟開放資料一模一樣 其實就是從這邊過去的 只是說這個網頁 跟剛剛那個連結最大的差別是 它這個是可以變動的 現在一樣是11月1號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改10月份的話 你只要把上面的資料改成10月 然後底下的話可能改成11月 11月30好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改哪個地方 改這個地方 跟改這個地方 那改完按送出之後 得到的結果呢 那就會是我們要的 按送出 有沒有看到結果 有了有沒有 那你想說 是不是10月1號嗎 為什麼10月3號 然後因為禮拜天 禮拜六禮拜天 沒有開市 所以理論上應該 10月1號應該禮拜六 10月2號應該禮拜天 你們查一下應該是啦 OK 那你會發現 10月份好像匯率已經是31.8 好像相對高耶 那如果在上個月呢 那就9月1號到10月31號 OK 按送出 有沒有結果 有耶 如果說這個資料還可以畫圖的話 自動折線圖幫我畫圖 那更好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 可以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抓到我的Excel 並且可以制定這兩個參數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丟什麼日期 哪個開始哪個結束 然後他自動幫我把我要開始結束的資料抓下來 就好了 其他不要 那怎麼做 那這個就今天要講的重點 所以呢 等於是我們把那個開放資料 有沒有這個開放資料 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這個叫奇交所的 這個這個什麼呢 每日外幣參考匯率查詢 當然如果你覺得查完之後 你意有未盡 其實你還可以改別的 比如說你們要做報告 其實金融相關的資料太多了 一大堆其實都放在網路上面 所以如果從事金融業相關工作的人 說真的如果會有點爬充 一定是絕對吃香的 為什麼 因為你所有資料其實網路上都有 那以前的做法你如果假設你要用Ctrl C Ctrl V的話 完蛋不得了 而且你假設你每天你要 你要能夠下條件查詢 再把資料撈回來的話 那以前可能你必須要先下 然後呢 再去把它複製貼到你Excel 可是如果今天呢 你可以什麼 直接跟Excel直接填 填完之後資料就有了 而且折件圖馬上畫出來 馬上可以判斷 馬上可以 看你是要買進還是要賣出 甚至未來如果你會寫程式交易的話 甚至你還可以讓它自己RUN 那時間到 如果你覺得匯率到你直接買進 匯率到直接賣出就好了嗎 人都不需要了 而且有的時候甚至還可以觀察全球的 像其實像有些匯差或者有些指數 如果你都可以先去把資料抓回來判斷一下 你大概可以估計 它隔天就是我們早市開上漲的機率高還是低 但如果你知道這個timing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是白天 可能美東是深夜他們在睡覺 可是他們開市的時候呢 那我們可能可以預先知道一下 那我就知道我們未來可能台灣開市 會不會有 或者甚至是英國 德國或者是歐洲的一些會市的相關 因為他們知道都開放的 那如果你可以從中得到一個公視的話 那其實中間的匯差就很驚人了 只是說你會不會懂得去這樣的操作 那因為我上禮拜跟各位講過 其實我之前有買了蠻多的那個美元的 因為我就看準 大概美元會因為這一波 像是他們升息 會上漲 果真也沒有料到 不過感覺那個其實真的波動很大 比如說你買100萬台幣的美元 大概上上下在每天上下都大概超過1萬塊 結果我一看 我為什麼又少了1萬塊 我又增加1萬塊 甚至一天增加2萬3萬都有可能 為什麼因為它波動 那最後它換算是台幣 所以當然未來會漲還是跌 其實不太確定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也不需要特別去 短線操作 反正我都放著 而且現在美元的那個定存匯率 定存的利率實在太高了 跟台幣比起來的話 OK 所以我覺得放著我 我算它的利息 我覺得也還蠻OK的 好 所以今天的話 第一個我們要解決 如果我今天想要改成抓這個資料 那是要怎麼改 接下來的話 首先我們第一個 我需要先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它是怎麼傳遞參數 給這個網站的主機 那你會發現 之前大樂透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們下個條件 它會丟一個參數 一個問號 然後 indage page等於1 然後and order by 等於new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參數 都是放在這裡 但是問題來了 它現在 按下送出之後 你會發現 奇怪了 它的參數卻 看不到耶 那其實如果看不到的話 那你就不知道說 你的參數應該如何下 那假如說 你如果可以知道參數 那以後 你就可以抓到它的資料 只是說 你要怎麼去抓到 它的背後的參數 這個可能要 有一些方法 那這個方法 稍微有點進階 最後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你按滑鼠右鍵 找到檢查 檢查的話 右邊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右邊部分 實際上就是 網頁背後的語言 其實它就是HTML 加上CSS 加上JavaScript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它看到的 會是我們看得懂的樣子 因為Google Chrome瀏覽器 它幫我們翻譯了 翻譯成我們看得懂的樣子 可是實際上背後的運行 都是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背後的東西 都看得懂的話 那恭喜你 你表示你有個專業了 其實網頁 我學現在也蠻重要 蠻缺相關的專業技能的人 OK 那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第二個 找到呢 上方有一個叫Elements 改成叫Network 這Network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相關的參數 它沒有從這邊去傳遞給主器 那它怎麼傳 跟各位講 它其實是偷偷的從背後傳 有點像什麼 像是郵差送信 你上面如果寫東西 郵差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信封裡面 郵差不會打開 可是如果這個Network 有點像什麼 我們有點像是 當郵差送信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你中間攔截 當郵差它離開的時候 你偷偷把它那個信打開 看一下內容 其實Network它有這個功能 就可以讓你偷偷看一下 到底它傳了什麼參數給主器 那我怎麼知道 我們要攔截它 那怎麼攔截 跟各位講很簡單 你這上面改動一下按送出 這邊就會有一些變更狀態 按送出 你會發現 這邊有變動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到底放了什麼東西 丟給主器 要傳給它 裡面有很多東西 有點像一個包裹這麼多 那我主要想要知道 它到底根據這個叫什麼 DailyFXRand 這個程式有沒有 其實它就是一支程式 裡面到底傳了什麼參數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就是這個名稱 你們可能要找一下 叫DailyFXRand 就是它在這裡 那接下來我只要什麼 點選它一下 旁邊就會出現什麼 預設是Headers 它會傳給它 它外面可能有 可能這個有點像是 一封信的問候語 這問候語不重要 最關鍵的其實就是這個叫Payload Payload的話 就是它會傳兩個參數 哪兩個參數 Querie Start Day 有沒有 那日期在這裡 叫Querie End Day 所以我知道說 原來你們秘密 就是商量好什麼時間 什麼時間開始 什麼時間結束 那如果我想 我已經知道了 那我就可以從中攔截 然後我可以假裝 這個 我也可以從中交易 所以Payload裡面的兩個訊息 把它知道之後的話 那我接下來我可以直接 在雲端上各位可以找到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就是在第幾頁 一樣第六頁的地方 叫做外匯參考匯率查詢 請你把這一段Ctrl-C一下 直接Ctrl-V貼到哪裡 貼到我們程式裡面 這個喔 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 有三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URL 有沒有 URL分號 其實網址是什麼 有沒有 分號後面的話 請你把剛剛的這個網址 就是奇交所的網站的網址 這個奇交所的網站 複製一下 就這個喔 這個網站 貼到URL分號後面 貼上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PostTest 這PostTest 意思是說 那你要帶什麼參數給他 那我們總共有兩個參數 我剛剛查一下Petload 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Querie Start Date 這個可能複製一下 Ctrl-C 然後呢 直接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 PostTest PostTest 的雙贏號裡面 意思是說 第一個參數 哪一天開始 等於好了 那你可以直接輸入 2022的 我看10月份好了 10月1號 那第二個參數 加一個End 第二個參數給什麼呢 第二個參數給這個 叫 Querie End Date 有沒有 End Date的話 把它Copy一下 複製一下 然後呢 直接再貼到 這個End的後面 意思就是結束的日期 冒號記得要改成等號 不要冒號 等號 2022的11月30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查 這個區間的資料 那主要就是說 其實主要就是PostTest 後面加兩個參數給他 那最後的話就是WebTable 就是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表格 那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我怎麼知道這個網頁 總共有幾個表格 那我要抓的資料到底在第幾個 應該還記得吧 那請各位切回到Elements 加一個什麼呢 Ctrl F 然後輸入什麼呢 小於符號 然後Table 那這個小於符號Table 指的就是說 這個網頁裡面 這個Table的標籤 意思就是說 總共有多少個Table 你會馬上顯示出來 他找到的結果 他就會跟你講 有八個耶 那目前在第幾個 在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 按一下那個向上向下 向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 第二個是這個 第三個 各位有沒有發現 第三個就是我要的表格 那我可以把它抓過來 所以你這邊輸入多少 輸入3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完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 把第六頁那個範例程式碼貼過來 那我增加了三個地方 第一個是 網址 然後參數 參數等於什麼 這個可能不能打錯喔 這個可能冒畫要把它改成等於喔 然後第二個參數中間 一定要加一個End OK 然後第幾個Table 第三個 好 OK囉 最後的話 關鍵時刻來的 Run一下 如果你看到成功 要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是滿細心的人 但你Run了錯誤喔 也不用擔心喔 應該也不能算是你初心 而是說 這個實在有點複雜喔 OK 試一下 執行一下 他會先清掉舊的 然後把10月1號 到11月30的資料抓下來 不過我們這麼多人抓 我怕會不會被封鎖 這有點麻煩 OK 所以比較慢一點 可能大家應該同步再抓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沒錯的話 那恭喜你 資料就下來 但如果說呢 你出現怎麼 這一行如果錯誤的話 你可能檢查一下 剛剛這三個 有沒有哪個地方 有輸入錯誤的資料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第一個 我們先抓那個 就是 齊交所的這個查詢網 網頁裡面的資料結果 試一下